日前,吴轩宜现身某医院紧急救诊,被目击从眼科诊试不出,已因工作劳累引发眼部疾病。 照片中的两名工作人员一座一幼陪同吴轩宜医院内挂号救诊,并从眼科曝出,照片中吴轩宜全程低头走路,头戴帽子加口罩真面。 大腿上有明显欲亲,早前有网友在网上擅自违法删除吴轩宜私自证件信息,并质疑信息上的生日年龄与官方年龄不符。 提前了五个月,对此吴轩宜粉丝后援会首先做出澄清,生日嘉丽人早年为了让他早点上学,才把年龄改大了几个月。 当晚,月华娱乐通过微博发布严正声明,对近日网络出现部分用户、自媒体及新闻媒体在网络平台上传播, 泄露吴轩宜的个人隐私信息,并恶意抹黑、曲解,企图引导网络舆论,对吴轩宜进行诽谤,侮辱及人身攻击。 作出回应,禁告相关网络用户、自媒体、新闻媒体及网络平台、信物传播、转载上述信息,呼吁共同维护网络环境抵制谣言,并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。